坦克開進市區 佩戴武器的軍警 全部出動 當街攔下可疑人事盤查 電影裡才會出現的大規模掃黑行動 現在卻在厄瓜多真實上演 這個身陷治安危機的南美洲國家 光是今年第一個月 就高達三百九十一人喪命 只要出門就得戰戰兢兢 許多民眾失去了正常生活 厄瓜多曾被譽為南美洲和平堡壘 卻由於地理位置面向太平洋 而被鄰國當作毒品販運中繼站 最終成為動盪不安的犯罪國都 黑幫勢力隨著販毒氣門踏戶 如今厄瓜多全國高達二十多個犯罪集團 他們無視國家司法系統 槍殺調查案件的檢察官和警察 更把手伸進關押罪犯的監獄 挾持獄警協助黑幫首領越獄 面對不斷攀升的犯罪問題 年僅三十六歲的厄瓜多總統諾坡亞 今年一月初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六十天 他去年剛上任就誓言整頓國家 現在則下令軍隊殲滅犯罪集團 正式向黑幫宣戰 但縱使他的政策獲得許多人支持 仍有民眾擔憂掃蕩力度 不足以打擊組織犯罪 厄瓜多要重振國家法治有一定難度 半島電視台報導 厄瓜多司法系統在過去數任總統執政下 一步一步被削弱 因貪污遭判刑的前總統科雷雅 就曾施壓法官企圖干涉審判結果 前總統莫雷諾則另外設立監獄管理機構 剝奪司法部職權 外媒指出諾波亞並非第一位想透過宣布緊急狀態來解決治安問題的厄瓜多總統 他列出二十二個犯罪集團為軍方首要打擊的恐怖組織 截至一月二十五號 當地每天發生謀殺案的比率以下降的百分之六十七 但反擊政府的暴力事件仍持續發生 共識新聞兩眼編譯